其友群里分享了一张艳照 床上的女人用薄薄的被子遮住了下身 上身赤裸潮红 脸被打满了可我缺眼就 看到了女人左胸上的一块胎记 和我老婆的一模一样 我死死盯着这张照片 不断放大身体上各个细节 试图说服自己或许只是巧合 但女人的身上除了这块胎记 其他部位裸露的皮肤都白结光滑 没有一点瑕疵 手机屏幕几乎被我问碎 这个世界上难道会有人的胎记 形状位置颜色都一模一样 我心存侥幸对发验照的人 发出好友申请 忍着恶心我发过去一条信息 兄弟你这资源不错 还有其他照片吗 对方发了几个猥琐的表情 告诉我没有了 就这一张也是朋友发的 别人我想追问下去 但这样又显得太可疑 群里毕竟还有一些同学 捕风捉影的事传出去 对我和老婆的名声都不好 况且也有可能是这个人在说谎 这件事让我如坐针毡 根本就没有心思工作 我匆匆向领导请了假 买了最近车次的高铁票 最近半年我都被安排在 隔壁时负责新项目 只有周末才回家 难道老婆就这么耐不住寂寞 打开家门空无一人 家里一如往常的整洁 并没有任何异常 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 疲惫地坐在沙发上 手指却在软电的缝隙之间 感受到一个义务 竟然是一个避孕套 顿时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忍不住大声的干呕 冲到卫生间 用最大水流疯狂冲洗着双手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双眼心红 浑身气地发抖 这时客厅的手机响了 是老婆发来的信息 你这个周末回家吗 我不禁冷笑 以往她每次发这种信息问我 还以为是她对我十分想念 现在看来不过提前找机会 和狗东西撕混罢了 老婆这周我加班不回来了 手机再也没有任何响动 没有关心我加班累不累 连敷衍的轻逆话语都没有 之前我一心扑在工作上 根本没有心思在意这些细节 只想着多接几个项目 即使经常加班到深夜 站起来都头眼发昏 甚至有几次还晕绝过 幸好被同事及时发现 送到了医院 只为了兑现当初 我娶她许下的诺言 拼尽全力给她最好的生活 我内心苦涩 拉着行李箱离开了家 在附近找了个酒店住下之后 我买了口罩和帽子 把自己遮挡严实 确认不会被人认出之后 我打车去老婆的单位 我一定要亲手 救出这对狗男女 距离老婆下班 还有一段时间 我突然想到了老婆有一个账户 系统曾经推送 但我没有关注过 我试着输入她之前的昵称 幸好没有改 赫然映入眼帘的动态 全部都是各种户外活动 之前周末回家 我百般要求她和我一起 参加旗友群活动 她跟我说最讨厌运动 原来是讨厌和我一起运动 我冷笑一声 目光被一辆山地自行车的照片吸引 文案是晴空万里 最适合汽车 下面有一条评论 想汽车更想你 这个评论的头像和我之前 加的那个骑行男的一模一样 她果然在说谎 一瞬间全身的血液 都冲到了头顶 我深吸了几口气 努力平复情绪 之前订的闹钟响了 我收起手机 眼神冰冷地看着窗外 老婆差不多这个时候下班 老婆之前就是笑话 身材和样貌 都是一等一的触条 在人群里是惹眼的存在 没一会我就看到她穿着一条 浅紫色的包囤裙 走出了办公大楼 她在路边等候了一会 上了一台黑色的比亚迪 我让早已预约好的网约车 司机紧紧跟上前面那台车 还好这条路不太堵 没一会就追上了 在红绿灯等候的黑色比亚迪 大约半小时之后 车停在了近郊区 一家自行车买卖行 那个男人搂着老婆的腰 走进了门面 我下车之后 假装在附近的商铺买东西 暗中观察着他们 我低头翻了之前 加了微信的七行男的朋友圈 长相身材和这个男人都差不多 他这个周末又不回来 老婆娇嗔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 七行男掐着老婆的腰 坐在他身上 他的双手在老婆的身上游离柔捏 转而又滑进了衣物之内 老婆面色潮红 几乎整个人都瘫软在他身上 不要折磨人家的七行男轻笑一声 我是不是比你家那个废物厉害 真讨厌明知顾问 我几乎咬碎了后槽牙 才克制住冲上去 把这对狗男女往死里打的冲动 残存的一丝理智告诉我 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 我花了五十万彩礼 把他娶回家 老婆婚后收入还不够自己花的 他对这个家不光没有任何贡献 还每个月刷爆我的亲情卡恶度 直接离婚 他还能分走我大半的财产 再去养野男人 我眼神英智地看着商铺内 胶着的两人一眼 掏出手机想录下视频 手机却因为电量低 自动关系了真他妈的钱 我憋着一肚子火去附近找充电宝 等我再回来两人已经不见了 草来日方长 给老子走着瞧 线下我也没有心思回去工作了 直接跟领导请了半个月的年假 我给老婆打了个电话 说不加班这周提前回来 听着电话里 他的语气里掩饰不住的不悦之情 我押着怒火给七行男发了信息 想让他教我一些技术 起初他还百般推托 也是教大男人 哪有教我老婆那么有意思 我直接转了一千过去 说是半天的学费 他秒说谢谢哥 有需要随时找我 我和老婆说带他出去玩 私底下约好了七行男 在山路等候 他下车看到七行男的时候 神色明显紧张起来 七行男也将在原地 看着我不知所措 打个招呼都结结巴巴搁着 这是嫂子 他一脸善笑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告诉老婆 我今天想让七行男 叫我骑山地车 正好你也不会平时 叫你出来运动都不愿意 今天跟着他好好学学 听到我话语间 不知道他们俩的关系之后 这对狗男女明显松了一口气 七行男开始在我面前 做热身运动 一下做俯卧撑 一下又做卷腹运动 他的目光越过我 落在我老婆的身上 再看我的眼神 就好像看傻子一样 眼底掩饰不住的嘲讽 和挑衅一脸得意 老婆刻意地和他 保持着距离挨着我 一起热身 眉眼间却在和七行男 按送秋波 我突然假装 胃不舒服 捂着肚子蹲在地上 皱着眉头止不住的身影 他们俩假模假样地 跑过来关心我 我怕是骑不了车了 要不你们俩去吧 不用管我 那 那怎么行 阿老公我带你上医院吧 老婆犹豫了片刻 我推开他的手 没事就是小毛病 回去吃两片药就好了 你们先去前面 羽母山脚那个凉亭等我 我开车来回 也就两小时七行男 一脸脚下 哥你放心 我今天一定把嗓子交会 不让你白花钱 老婆愁愁着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 老公你不介意吗 看着他跃跃欲试的表情 我内心一阵鄙夷 不介意 我恨不得 现在就让你们这对 不知廉耻的狗男女 抱尸荒野 忍着恶心 我大手一挥 这有什么好介意的 你们快去吧 老婆扭捏了几下 跟着七行男走了 我看着七行男 把老婆扶到单车上 他在后面把这平衡 两个人慢慢地 消失在我的事业里 我冷笑一声 你们俩待会 可千万别让我失望 于母山这一代 本来就人烟稀少 工作日 更是连个鬼影都见不着 本来我只是想 单独派到他们出轨的证据 但后来我转念一想 老婆一家人 把我当傻驴吸血 以为自己女儿 香了金鞭了 三天两头找我开口要钱 既然如此 这场好戏 就大家一起看看 所以我特地选了于母山 离他娘家最近的地方 我立即去车 把岳父岳母和小舅子都接上 之前约好带他们 去吃海鲜大餐 出发的时候 岳母为了炫耀 找了个金鸡婿 还把隔壁邻居也烧上了说 带她看看城里人吃啥 老李可别说 我家有啥好事没带上你 待会你吃完 再带两个大闸蟹 回去让你的孙子 也常常喂我憋笑 都快憋出那伤 也好到时候 把你女儿的美名 都宣扬出去 我看看十里八乡的你们 还能不能抬起头做人 车开到山脚下的时候 岳母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不是去城里吃海鲜吗 开这里来干嘛 我微微一小妈 你不知道山里的野蘑菇可鲜了 咱们来这采点蘑菇 再配着海鲜开汤滋味 不要太美 现在城里人都这么吃 带着他们一行人直奔凉亭 我远远就看见 一对男女赤身裸体地在纠缠 我吃笑一声 恨不得冲上去 为他们拍手叫好 随手捡起地上一根粗利的木棍 我眼神阴狠地盯着远处的俩人 狗娘养的 现在轮到我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惊喜了 小舅子到底是年轻人眼尖得很 她推了推我的胳膊 撕着一口大黄牙 示意我看看搞得正欢的俩人 我故作惊讶地说 没想到采个蘑菇还有意外收获 但是岳母不小心崴了一下 疼得叫出了声 惊到了远处赤身的两人 女人尖叫一声都顾不上穿衣服 就拖着男人往林子深处跑去 我大吼了一声 草那不是我老婆吗 把腿追了上去 剩下的三个男人僵住了 傻伦在原地 上演了一场猫抓老鼠的好戏 转了一大圈之后 我大喘着气不是你们俩 是真能跑啊 看我们追不动了 他们两人也远远地弯下腰 撑着膝盖和我们对峙 那个男人喊了一声 哥们你们追我们干啥 我跟我老婆亲热不犯法吧 我一愣这声音听起来 怎么和七星男不太一样 可能运动太激烈 嗓子都痒了吧 你他妈睡的是你自己老婆吗 我对着他破口大骂 谋足了力气 抄起木棍向他们靠近 你别过来啊 信不信我报警了 我掏出手机刚准备报警后面 却传来了老婆的声音 老公你怎么把我哥他们也带来了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我扭过头看见他和七星男 衣着整齐地站在后面 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曹怎么回事我低声咒骂了一句 之前也只是远远地看着 没看清那对狗男女的样貌 就笃定是老婆和七星男 我不禁有点慌了 这下课怎么收场 两人回过神来 把衣服穿戴好走了过来 男人手臂上还戴着纹身 他用力地戳了戳我的胸膛 怎么回事哥们 睁大你的狗眼 看看这是你媳妇吗 你就在这狗叫 我自知理亏 一脸善笑地连连道歉 掏出兜里的烟给他递上 纹身男一把推开 我告诉你今儿这是大了 这么多人 我和媳妇的脸往哪里摆 传出去我媳妇还要不要做人了 老婆纹身怒火中烧 老公你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和别人在 说吧他捂着脸哭了起来 转而又面目猙獰地用指甲 在我的身上抓出道道血痕 你也太没良心了 平时见不到人 小舅子回过未来 用力地把我踹倒在地上 你竟然敢让我姐受这种委屈 齐行男在旁边 一脸看好些的表情 嘴角都快咧到耳朵跟上了了 他还装腔做事 在旁边安慰我老婆 哥这事就是你的不对了 嫂子长得这么冰清郁洁 怎么可能偷情呢 齐行男一脸得意地 扶着老婆的肩膀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你说是吧 我目自欲裂 咬牙切齿地看着眼前这对狗男女 我只觉得满腔的怒火 无处发泄 整个人憋屈到快要爆炸 恨不得冲上去 把他们撕个粉碎 可眼下我没有任何证据 老婆的娘家人都在场 再加上又惹火了文森男夫妇 我一个人孤立无援 再不服软 估计要吃更大的亏 我深吸了几口气 挣扎着爬起来 走到文森男夫妇面前 一脸诚恳地说 哥今天这事确实是小弟的错 你看这样行不 我出两千块 请你和嫂子吃顿好的 文森男叼着烟 一脸不屑地看着我 抖着脚没有回应 我咬了咬牙五千行骂哥 我就这么多钱了 你放我一马 旁边的女人晃了晃文森男的胳膊 示意他稀释宁人 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当即给他们转了五千块 文森男弯了我一眼 没用的废物下次长点眼 拉着他老婆转身离开 小舅子看着我眼里 都是精明的算计 姐夫你对外人都这么大方 我们自家人总不能吃亏吧 就是你无缘无故给我 女儿扣上一顶这么大的脏帽子 传出去了他怎么做人 岳母愤愤不平地推了我一下 我冷笑一声 真他妈的倒打一耙了 我瞥了他们一眼 那你们想怎么办 要不然报警把我抓进去坐牢 小舅子善笑了两声 看着我欲言又止 眼神适应岳母向我开口 岳母贪坐在地上 挤出了几滴泪 哎呦 我女儿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嫁给你做牛做马 你不心疼她 还想污蔑她给你戴绿帽子 看我女儿被你欺负成这样 我也不想活了 说话间就要拿着地上的石头 往头上砸 见我没反应咬着牙 还真往额头上使劲砸了一下 顿时鲜血直流 这下他们一家人都慌作一团 岳母更是扯着嗓子 在地上杀住一样的嚎叫 惊起整片林子的鸟 小舅子冲上来扯着我的衣领 眼神凶狠 你这是要逼死我亲妈 我一脸不屑地看着他们一家人 自导自演 反正这种戏码 我已经看了无数次了 逢年过节就是换着花样要钱 今天改着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可能放过我这块到嘴边的肥肉 我眼神冰冷看着小舅子 你给我把手撒开 他的力道没有减轻 反而加重 怎么 不想要钱了 我吃笑一声 小舅子立马变了脸 松开了手 闹着玩呢 姐夫他帮我整理了下衣领 你之前不是想创业吗 二十万 我可以给老婆一家闻声喜笑颜开 扶着岳母立马从地上爬起来 好女婿 我就知道我女儿是个有福气的 那钱啥时候给我啊 我撕裂了片刻 垂着眼看着脚下的污泥 踢了两下 不紧不慢地说道 等两个月他能翻一翻给我 到时候别说二十万了 四十万都行 嘖嘖 我就说姐夫是个有能耐的人 嘿嘿 姐夫你这啥项目这么好赚啊 岳母拍了一下小舅子 瞪了她一眼 急什么 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雨婿 今天还去吃海鲜大餐吗 你看着 牢里人都在这等了好久了 正吃着瓜的邻居牢里突然被点到 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吱吱吱吱地说 不出去整话 我冷笑一声 吃呗 吃不死你们这群傻叉 我沉着脸 驱车带他们去了市区一家海鲜酒楼 这群人就跟饿死鬼投胎一样 点了一大桌 一副横竖不是自己的钱 敞开了吃的恶心样 我轻蔑地看着这群人 吃吧 现在吃多少 到时候就让你们全吐出来 席间我假装有愧 向他们敬酒了一圈 小舅子按耐不住 还是开口问了投资的事情 真是又蠢又贪 我都还没下套 自己就一个劲地往里钻 我抿了两口酒 我不是在房地产公司吗 做了这么多年了 多少也有些人卖 这可是市里领导都重视的项目 准备打造成市里的旅游招牌 到时候会放很多资源宣传 根本就不愁客源 所以不对外融资 这个朋友跟我是过命的交情 才分了我一些份额 我观察着小舅子和七星男的脸色 他们明显有些动容 却还心存疑虑 毕竟要从兜里掏出真金白银 正常人也不会因为别人三言两语 就上头入局 不过本来我也只是刚开始放放线而已 这样吧 之后要是有空的话 我带你们去那个小镇看看 你们自己也考察考察 毕竟投资有风险嘛 还是亲自看看比较稳妥 他们善下了几声 姐夫 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们不相信你似的 要不也别等以后了 就明天吧 横说大家伙这回都没事 他站起来给我倒了一杯酒 一脸谄媚的看着我 行 那就明天看我整不死你们这群人 酒足饭饱 各回各家 今天我陪了夫人又折兵 是老子轻敌了 后面必须要谨慎行事了 但我没想到 等我回到家 他又给我唱了一首好戏 老公回来了 你不在家的时候 我都睡不安稳 他穿了一条黑白相见 蕾丝勾背的女仆裙 扑进我怀里 一双修长白嫩的大长腿 被白色丝袜衬得更诱人 要是平时 我早就按捺不住 把他抱到桌上去办了 但现在 我看到他这副脚楼造作的 样子就觉得恶心 况且 婚后这么多年 他对我热情主动的时候 只有一种情况 果不其然 下一句就进入了重点 老公 你之前答应给我弟弟的20万 什么时候可以到账呀 我也很久都没有买新的包包了 出去和小姐妹聚会 都没有面子了 我冷笑了一声 那的废物小舅子 高中都没读完 就跟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到一起 还瞒着家里 继续拿学费和生活费 实际上在外面 跟那群狐朋狗友吃喝玩乐 我和老婆谈恋爱之后 这个出生活费的大冤种 就变成了我 结婚之后 他爸妈也不工作了 我就像个傻侣一样 让他们全家趴在我身上吸血 我舔着脸 到处求人给小舅子找工作 三天两头就找借口不干 不是嫌弃常理都是大妈 就是吐槽流水线上 太枯燥不自由 也不想想自己一个高中学历 都没有的废物 还妄想找到轻轻松松 就跃入过万的工作 他说不干就不干甩手走人 我还得公腰哈头的 给托关系的人道歉 两头受气 之前我跟老婆吐槽两句 他还甩脸色给我看 说我不当小舅子是自家人 现在胃口越痒越大 还等鼻子上脸 要这么多钱去闯眼 一家人真当我是 蠢顿如猪的提款机 想到这里我怒火中烧 吓懵了 怒瞪着我的眼神瞬间软了下来 老公你 你这是做什么呀 我缓了缓神色 挤出一个笑容 拍了拍他的脸颊 没什么 老公就是想玩点刺激的 我把他双手反绑扔在床上 抽出皮带一边又一边的抽了下去 直到他不再发出恶心的声音 直到他哭着求我助手 我冷笑着家中手中的力道 不是喜欢那个狗男人吗 那我就给你们玩点更刺激的 我联系朋友 给他发去了七星男的相关信息 托他帮我调查下 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 顺便趁明天家里没人的时候 帮我全方位无死角的 在家里装上微型监控 以防万一 我还让他给我发了个定位软件 悄悄装在了老婆手机上 一切安排的差不多了 第二天我带着一群人 去了郊区再见的古风小镇 这点我确实没有骗他们 这个人工景点的规模很大 一山傍水 风景一人 酒店都是仿得古代的客栈模式 比较豪华一点的独门独院 还有温泉池宫个人享用 也算是照顾到了不同的消费接触 小舅子和七行男看了之后 眼睛都放了绿光 一副把钱投进去 马上就能躺着报复的傻样 他们俩一脸殷勤的给我点烟端茶 哥您可真厉害 到时候要是真赚钱了 我们俩肯定会好好报答你 我抿了两口茶 一脸玩味的看着他们 那你们就好好回去筹钱 过来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 他们俩一脸兴奋的在桌上口罗悬河 计划着赚了钱要怎么花 一会要去澳门赌一把 一会要去找几个嫩魔掌赏见识 我和他们一起笑得很大声 毕竟梦要做得越大 破的时候响声也会更大嘛 结束行程之后 我直接回隔壁市里上班了 一分钟都不想和这群恶心的人多待 再者说我不离开 他们怎么有机会背着我作妖嘛 我滑动着手机屏幕 看着朋友发过来的 跟七行男有关的资料 原来这七行男是个吃软饭的 专门靠着那张小白脸 从女人身上骗钱 看来平时老婆找我要的钱 也没少花在她身上 七行男最大的金主是个老富婆 都快六十了 泽泽为了赚点钱也是不容易 她那个自行车行 就是这个老富婆花钱给她开的 要是老富婆知道她在外面玩这么花 不知道还会不会再给她拿钱 我翻着家里的监控 老婆和她果然又在一起苟且 七行男搂着老婆的腰 一脸得意 你老公可真是个蠢货 我给她戴了绿帽子 她还要帮我赚钱 可别说了 那天在林子里吓死了 要不是我突然来大姨妈了 我们俩就真被她逮住了 你说她是不是已经怀疑我们了 老婆一脸狐疑 应该不会吧 她要是知道了 那天在饭桌上能对咱们这么低声下气 别多想了 我又来感觉了 今天不出去了 咱们玩个爽的我冷笑一声 换了张新卡 给老富婆发去了一条信息 死老太婆 也不看看自己一把年纪都要见棺材的人了 还缠着我哥哥不放 还配了一张老婆和七行男滚床单的截图 老富婆当即就打来了电话 我特地把手机拿远一点 还是被她咆哮的咒骂声震的耳朵不舒服 我一言不发更激发了她的怒火 等她骂到高潮时 我把电话挂断了 又发了一条信息 嘿嘿 人家才不怕你呢 我有哥哥保护我 你有本事上门来 我让哥哥亲口跟你说分手 然后我把地址发给了老富婆 她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待 带着几个小弟 没多久就气势汹汹的出现在我家门口 把门拍得震天响 屋内那两个孙子怎么敢开门呢 估计正找地方躲呢 可惜唯一的出口被人堵住了 而且我家在17楼 想从窗户爬出去也不可能 我想着他们接下来会面临的惨状 就乐不可知 老富婆果然不是吃素的 三下午初二直接叫人把门撬开 冲了进去 薅着老婆的头发 把她从卧室里拖出来 踹倒在地上 狠狠地扇了两巴掌 七星男瑟瑟发抖地跪在一旁 头都快埋到膝盖里了 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我从冰箱里断来一个大西瓜 饶有兴趣地看着监控里的画面 剑蹄子 你刚刚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不狗叫了 老婆抬起头一脸茫然地看着她 刚准备开口解释 可老富婆根本就给她辩驳的机会 直接是一几个马仔 把她拖到卧室里 监控里响起女人杀猪般的惨叫声 七星男跪着爬到老富婆腿边 王姐 是她勾引的我 我一是糊涂啊 王姐你原谅我这一次 我保证从今往后一心一意 只伺候你一个人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上刀山下火海绝无二化 七星男T类横流地抱着老富婆的大腿 屋内老婆的惨叫声越来越大 七星男脸色都惨白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轮到自己被拖进去 老富婆吃笑一声 一脚踹开她 在屋内转了半圈 找到了一根高尔夫球棒 一声立刻给老娘跪好 你敢躲一下 你比屋里那女的 下场还要惨一群狗娘养的 当老娘傻的 还会信你这种鬼话 说话间 她一棒子狠狠地 朝七星男手臂上打去 七星男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惨叫 捂着手臂 倒在地上疯狂地挣扎 似乎是骨头打断了 她催了一口 就算今天把你全身骨头打断 老娘也有的是钱陪 她一脚狠狠地 踩到了七星男的命根子 我看你还怎么在外面花末了 老富婆摊在沙发上大喘着气 今天的事你们要是敢报警 我让你们下半辈子 都吃不了兜着走 给你开店铺纳钱 四十万 这个月不给老娘还出来 你就等着死 等老富婆带着马仔走后 老婆一蹶一拐地 从卧室里走出来 身上全是可怖的瘀青 整张脸都肿得高高的 她看着躺在地上的七星男 金句交加地把她扶起来 却被她狠狠扇了两巴掌 多他妈的怪你 给老子鬼远点老婆捂着脸 看着七星男离开 崩溃大哭 我一脸冷漠地保存了录像 关掉监控 现在哭丧 还早了一点 算算时间 七星男也该哭着来找我了 果不其然 我收到了她发来的信息 为我之前那投资项目 还做不做数 当然做数 这个古风小镇是实打实的存在 项目也确实是在招商引资 只不过 只有我们内部人 才知道一个极其隐秘的消息 已经有很多家大银行 不给这个房地产公司放贷了 一旦资金链断裂 度假小镇的工程就会中断 那么已经压住进去的投资人 别说未来的回报了 连本金什么时候能拿回来 都是遥遥无期 现在她自己急着给老富婆还钱 我顺水推舟还她个人情 送她这份倾家荡产大礼包 到时候还不出钱给老富婆 也知道她的下场会是什么 估计很惨吧 不过我已经不关心了 毕竟 岳父的七十大寿马上就要到了 这不 这家人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 雨婿啊 你爸七十大寿马上就要到了 你打算怎么筹备呢 岳母坐在沙发上 老气横丘地看着我 老婆倒是老是 在厨房忙活着给我们张罗午饭 毕竟 她也不想顶着她那张 青一块紫一块的脸 在我面前找存在感 我也没开口询问怎么回事 就让她在我面前 提心吊胆地先过一段日子 我咳嗽了两声 那当然是要大操大半 先在村里做个二十桌的流水席 然后咱们再去市里大酒店 给咱爸长长脸 妈您看怎么样岳母没开眼笑 那行 一切就交给你安排了 村里流水席最好再请个西班子 十里八乡的都热闹热闹 我笑了 正合我意 很快就到了岳父七十大寿这一天 我订的二十桌做得满满当当 因为听说还有西班子 隔壁村的人都赶过来 搬着个小凳子看热闹 要不说 还是你家女儿厉害呢 找了个这么有钱的女婿 咱们也跟着沾沾光 是啊 你家女娃我打小看着长大的 贤惠持家 当初提亲的人把你家门槛都踩破了 也得亏你眼光好 挑了个这么孝顺的女婿 听着左邻右舍的凤城话 老婆一家人眼角的褶子都挤得更深了 全城从头到尾都是笑得合不拢嘴 一个劲的劝大家多喝点 我看着大家伙其乐融融的场面 也跟着笑得乐不可知 夜幕降临 大戏很快开场了 西班子咿咿呀呀唱了一段 吸引了附近更多的村民聚拢到一堆 我看着情境差不多了 拿着话筒登台给岳父喝手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 非常感谢大家来给我爸捧场 我也很感激他们把这么好的女儿交给我 让我拥有了一个完美的妻子 为此 我特地做了一个动画片 给爸爸喝手 希望大家喜欢我看着台下一脸幸福的老婆 拿出遥控 打开投影 播放视频 老婆和七行男相验无比的画面 让人群一阵哗然 那些年轻的男人更是起哄吹起了口哨 我的天爷啊 没想到他家闺女竟然这么不守福道 是啊 看起来老老实实一个人 嘖嘖嘖 你看看都带着野男人搞到家里去了 老婆一家人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正欲开口 我抢先挤出来几滴泪 故作震惊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动画片怎么会变成这样 老婆 你竟然背着我给我戴绿帽子 我天天在外面辛苦工作 累到急诊都去了好几次 赚的钱全给你一家花了 你拿我的钱聚养成里的小白脸 还跟他睡在我家的床上 我戳烟了几声 做出这么丧良心的事 你们说该怎么办 我扯着嗓子大好 再加上手里的话筒和音响加持 我现在感觉方圆十里 都能听到我的大喇叭宣传 现在 我看你们一家还怎么做人 台下顿时人群激愤 尤其是那些有血性的年轻男人 更是看不起这些背着男人瞎搞的破鞋 纷纷起哄说要离婚 老婆一家人的变白 很快被淹没在人群的咒骂声中 有些脾气爆的直接把饭碗摔了 我看着场子热得差不多了 直接找了个空档溜走了 不是喜欢看戏班子吗 接下来的戏你们自己唱 我回去之后 把收集的所有资料 都递交给一个专门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但我没想到 婚还没离呢 又发生意外 古风小镇资金链断裂的事情 比我预计的来得还要快 齐情男和小舅子交完前一周之后 房地产老板就提通跑路了 一堆人都挤在度假村门口维权 要里面的工作人员把钱退出来 可那些工作人员自己的工资都没领到 哪有心情搭理这群维权的人 直接闭门不出 况且 这么庞大的投资项目 想要把钱要回来概率微乎其微 就像那些倒了八辈子没 买到烂尾楼的那群人一样 房子住不了不说 卖也卖不掉 还要每个月还巨额的贷款 找谁说理去 小舅子和齐情男疯狂地想找到我 电话都打烂 我偏偏不把他们拉黑 看着他们绝望之中 又怀有那么一丝丝希望能找到我 我就内心畅怀 可我没想到 他们找不到我 把气全部撒在了老婆身上 他们把老婆打得鼻青脸肿 恶狠狠地拿刀对着他的脸比划 说 是不是你和那个狗东西 合伙骗我们的钱 今天你要是不把他找出来 我就把你这张脸划得稀烂 别他妈在我面前装 你是什么货色 我还不清楚吗 齐情男不耐烦地踹了老婆一脚 可无论老婆怎么痛哭流涕的辩解 跪着给他们框框磕头 对着天发独视 他们都不肯相信 情绪激动之间 齐情男竟一时失手一刀捅了进去 闹出人病的小舅子和齐情男吓得魂飞魄散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守法公民 我当然要及时向警方举报案情 我把监控交给警察之后 他们很快在一个山沟里 抓到了再逃的齐情男和小舅子 被抓的时候 两个人多饿的两眼发绿光了 在山里找了个山洞躲着 还是警方利用热成像技术 才找到这两人 证据链清晰完整 很快这两人就被依法判刑 锒铛入狱 我去了监狱 隔着玻璃看着齐情男 笑得很开心 我一脸狡黠地看着他 其实 我早就知道你和我老婆的丑事 说完这句话 我就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齐情男背后声嘶力竭地怒吼 却被狱警死死按住 我微微一笑 希望你好好享受 哦不对 你好像都没有机会享受了 而岳母一家因为受不了这种刺激 岳父直接气到中风了 岳母几乎哭瞎了眼 还要每天出去捡垃圾 照顾半身瘫痪的岳父 时不时还要被十里八乡的人言语几句 日子过得就像过街老鼠一样 太惨了 我叹了口气 不过倒是给我省了事 不用打扯皮的离婚官司了 零料 我犹豫了许久 还是发了点善心 给二老转去了五万块钱 毕竟 他们的女儿确实有罪 但罪不至此 也算给自己花钱买个心安吧 我把市里的房产处理掉之后 就向公司申请到其他省的分公司工作 彻底远离这里的一切烟杂事物 大学毕业 我和恋爱七年的女友提出分手 她不同意 哭着问我为什么 直到我将一条带写的床单甩在她脸上 我在她宿舍收拾东西发现的 是她出业的见证 你不是说要把第一次留到婚后吗 那你留掉的两个孩子 又是谁的 七月大学毕业季 女朋友依然还在忙着论文 于是我主动帮她打包东西 宿舍已经搬空 只剩下女友的东西 打包被子的时候 我用力一扯 枕头下掉出个铁盒 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一条带写的床单就那么出现在眼前 起初我还以为是她生理期 有些脸红的别过头去 可床单上的一张纸条 却让我的心一下子坠入谷底 2020年5月20日 今年我正式成为CW的女人 一瞬间 我差点要忘记呼吸 我和依然在一起青年 但是我从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因为她性格害羞又单纯 总是切切地说害怕 红着脸说 想把最宝贵的一次 留在我们婚后 所以我一直期待着毕业立马结婚 想让她真正属于我 平常连我逗她都会脸红的女孩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难不成是别人的 可我拿起那张纸条 受精体捐秀 比风柔和 就和她的人一样清纯柔美 我无比确认 这就是毅然的字迹 2020年的520 我清楚地记得她说爸爸住院 所以不能陪我一起过 为此还内疚了很久 难道那天她和别人睡了 还要瞒着我装处女 这个CW又是谁 我们明明都已经订婚了 为什么她要出轨 为什么骗我 许多问题一下子冲进脑袋 浑身的血液开始倒流 祝福都烧得厉害 我恨不得马上拿着床单 问她究竟怎么回事 可下一秒 毅然就推门进来了 她晒得脸红红的 额头上挂着汗 笑眯眯地递过来一个冰棍 调皮地冲我眨眨眼 这位搬家小哥 辛苦了 诺 这是给你的奖励 手上被她塞了一支中血糕 我嗓子眼里的话 一下子卡住了 因为在一起的青年 毅然对我真的很好 好到自己热得不舍得买一瓶冰水 却给我买是几块的血糕 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 她嘴上不说 我却一直都记得她的好 怎么了 你再不吃血糕就要化了 难不成顾大少爷看不上我 连我买的血糕都不肯赏脸吃 毅然凑过来挽住我的胳膊 习惯性地撒娇道 我性格沉闷 两个人独处的时候 她经常喜欢打拒我 这是我们之间的小默契 看着笑夜如花的一染 我突然有些不忍心 扯了笑道 怎么会闻到她身上浓烈的古龙水香味 我猛地打了个喷嚏 她向来讨厌喷香水 刚恋爱的时候 我在网上看攻略 送了她名牌香水 可她却说她不喜欢人工香精 只喜欢沐浴露的香味 所以她身上总是一股淡淡的皂碱味 这么浓的古龙水 肯定不属于她 我眸子又沉了几分 毅然好似察觉到什么 低头抱怨道 会议室不知道谁放的香薰 薰得我都入味了是吗 可明明我早上才去过会议室 什么香薰都没见过 她在撒谎 她对我撒了谎 我抱着温暖的她 我帮你送去修了 从她宿舍出来后 我转头就去车上 将车窗关上 我默默的抽了一根烟 闭上眼 脑海里都是我们在一起的七年 从高中大学 从青涩学生到步入社会 仔细理清头绪 我也发觉出不对 自从上了大学 她变得很忙 有时候都顾不上我 每次我想要和她聊得更深入 都被她打断 说要睡觉了 当上了文艺部部长后 总说要彩排晚会和活动 纪念日也总是缺席 我之前只以为所有情侣都是这样 感情会慢慢趋于稳定 可凡此种种累积在一起 我突然觉得一阵心悍 因为我总在考虑我们的未来 而她好像什么都不在乎 总说以后再说 毕业再说 一味地逃避 她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清纯美丽 什么都没变 却好像什么都变了 高中我是独行侠 她是乖乖女 一天晚上下了课 我见她满脸通红 坐在座位上不敢走 便默默地看书 所有人走后 我脱下外套扔给她 又关到了灯 在我看来不过是举手治劳的事情 却意外地收获了一个小根屁虫 她第二天红着耳朵 将洗干净的外套递给我的时候 我们都在彼此的眼里 看到了蒙冻的爱意 后来我们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又成了亲密无间的情侣 在所有朋友眼里 包括我自己 都觉得我们是天生一对 会顺理成章的结婚 生子 度过幸福美满一生 甚至上周 我才拿到了订婚戒指 是我花了半年设计 那圈还刻了我们名字的缩写 就等着毕业典礼向她求婚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沉默良久 打通了一个电话 对面显然疑愣 顾哥 你是不是搞错了 怎么想起茶岗了 嫂子怎么可能是那种人 要不算了 我冷笑一声 平静回道 茶 等会我就给你寄过去 你是专业的 知道怎么弄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也许有的人早就已经不打算回去了 我又何必自我欺骗呢 我借口家里公司有事 最近不在学校 第二天 我就收到了朋友发来的邮件 她先是给我打了的电话 支支吾吾了半天 才最后叹气说道 顾哥 你千万别太激动 也许是误会呢 我觉得你们还是好好聊聊吧 有事随时叫我心底 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我还是点开了附件 首当其冲弹出来的 就是满屏的聊天记录 老公 明天我姨妈就结束了 你真的不来找我吗 老公我好想你 不仅心里想你 身体也想你 老公勃勃 你昨晚好厉害 我到现在腿都站不直呢 你放心 他不会发现的 他还以为我在练舞呢 对我放心得很 我当然不会和他结婚了 我最爱的是你 要不是看他人傻钱多 我早就和他提分手了 再往下翻 都是些更露骨的聊天和照片 哪怕我早就有猜测 心还是像被掏空了一块 呼呼的往外冒风 贝利的羞耻和背叛的痛恨 一瞬间淹没了我 我对他的信任 却变成了他刺向我的弯道 太阳学机的突突跳 我颤抖着手接着往下拉 朋友查得很仔细 是他一年来的购物记录 除了日常用品 大到几千块的球鞋 42码 几万块的男士手表 几千块领带 小到男士洗面奶 剃须刀 甚至男士衬衫 几十上百块 甚至游戏卡带 一买就是十几张 还有亲密付的记录 转账都是5200起步 光一个月他就消费了好几万 全是给男的花的钱 看到这 我是彻底气笑了 因为这全都花的是我的钱 我家里有几个厂 房产也是几栋楼 生下来就没考虑过钱的问题 而依然家里重男轻女 他很早就出去做兼职当家教 我心疼他太辛苦 就给他开了副卡 他一开始总是倔强的不花 还是在我的要求下 他开始慢慢花我的钱 相处越久 他花的越多 后面一个月十几二十万的花 我也起过一心 但是看他哭唧唧的抹眼泪 说家里人出事了 我也就不再多问了 毕竟对我而言 十几万和十几块没什么区别 我也不想因为钱 伤害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再想到他给我买那十几块的雪糕 生日手工制的围巾 还有些不值钱 但是有心意的小玩意 再看看他给别的男人买东西的记录 我只觉得可笑 太可笑了 他糊弄我就算了 还拿着我的钱 去养别的男人 想到这我就觉得一阵恶心反胃 曾经那些温存和爱 也都被耻辱取代 我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 故事不 你他妈真是个废物 竟然被一个女人玩得团团转 过了一会 我冷静了下来 眼神逐渐恢复清明 也好 竟然被我发现了 毕然也好 还是那个肩肤也罢 我绝对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毕业典礼 毕然学士府里 穿着性感的包臀裙 一双长腿十分吸睛 见我开着跑车来了 他三步并两步跑来赢我 宝贝 你怎么才来啊 等着你帮我拍照呢 平常在人前 他都刻意和我避嫌 他说他是文艺部部长 如果太随便的话 在手下面前没有威慑力 平常还是庄重一点比较好 我也喜欢低调 就一直随着他 但是今天 我一反常态地 开着红色法拉利来学校 高调地出现 毕然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十分有面子 迫不及待地 就要向别人介绍 我是他男朋友 而我却冷漠地 推开了他的手 就像是刻意地回避 毕然明显一愣 我几乎没有主动拒绝过他 这让他有些不适 世伯 你 这么多人看着呢 不太好 我丢下一句话 平静地站到队伍里 想到一个月前 我骑着自行车 去接他吃饭 正巧碰到他排练结束 他和一个皮肤白金的 小男生走在一起 有说有笑 见到我的一瞬间 就皱起了眉头 他冲过来 一把打掉我手上的玫瑰花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注意点 我冷哼一声 目光在人群里搜寻 果然那个皮肤白金的男生也在 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毕然 又看了看远处我的跑车 神色暗淡地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毕然还想说些什么 可是毕业典礼已经开始 所有人归位 他一个劲地往我这里看 却都被我无视 等到大合照结束 他立马就凑了过来 世伯 你怎么不理我啊 是这样 有什么都憋在心不和我沟通 难道要让我钻进你肚子里 猜你怎么想吗 毕然嘟着嘴 转过身去 又是这一招 从前我们只要是意见不一样 开始争吵 不知怎么到最后 他都会将问题转到我头上 要么说我不够善解人意 要么说男人要大度一点 总而言之就是我的错 我应该先和他道歉 以前我爱他 所以愿意迁就他 可现在摘除了滤镜 我才看清楚 这是他 批语为我的手段和心机 等了半天不见我哄他 毕然自己转过身来 眼中早已蓄满了泪水 是不 你什么意思 你当初说永远不会让我掉眼泪 难道你对我的承诺都忘了吗 哼 来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我生气了 你快点来哄我 我告诉你 今天就算是给我买十个包 我都不会原谅你 他又是哭 又是娇称的责怪 以前他但凡眼眶一哄 我就会手足无措的道歉 他想要的包包也好 什么项链也罢 我都不眨眼直接付款 只为哄他开心 可现在我就这么冷眼看着他 周围围观的许多同学 毅然有些尴尬的僵硬在原地 伸过手来拽我的衣袖 是不 今天毕业典礼A 你一定要弄得这么难堪吗 还没等我回应 远处人群突然骚乱 一个人高声喊 来人啊 有人晕倒了 许多人被吸引去眼光 纷纷围过去 毅然却没说话 依旧目光灼灼看着我 突然又有一个人高喊 曹伟 你坚持住 救护车马上来了 话音未落 我身前的人就不在了 毅然丢下我 朝人群里狂奔去 他跑得高跟鞋都掉了 却不顾自己的失态 慌张得不行 我心磨地漏了一拍 就看到毅然趴在担架边 不停地掉眼泪 恨不得要用自己的命唤醒他 而担架上躺着的 就是那个皮肤白金的小男生 原来是他 曹伟 CWU 一切都了然了 我苦笑着看着自己的女友 不顾颜面失态地奔向别人 头也不回 有些知道我和毅然关系的同学 纷纷朝我头来 可怜和同情的目光 我却没理睬 直接上了车 虽然我今天来 本就是要提分手的 但看到这一幕 说不难过是不可能的 一脚踩上油门 风刮在脸上 才让我从低沉的情绪中清醒 突然 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电话 我正烦躁着 直接点了车在音响 接通电话 瞬间熟悉的哭声 回响在车里 阿伟 阿伟 你不能有事啊 你快醒醒 别吓我 医生他有先天性的哮喘 一定是发病了 你快救救他 我求你救救他 救救我男朋友吧 紧接着就是一片慌乱声 哎 你快起来 别跪着了 我们会全力抢救的 你先起来 快来人把他扶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清脆的磕头声 和毅然四星裂飞的哭喊 他那样在乎面子 那样骄傲的人 竟然愿意为了曹伟 给医生下跪磕头 我心好似被揪住 一直在往外冒酸水 手死死的握紧方向盘 可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 却毫不留情地 钻进我的耳朵 刺激着我的大脑 阿伟 你不能睡啊 你说毕业就娶我的 我现在换了你的孩子 你不能食言啊 之前我们的两个孩子 都没保住 这一次你又要当爸爸了 让我们一起守护他 好不好 求你睁开眼 看看我和孩子吧 抽气声 哀求声 还有慌乱脚步声 交织在一起 我再也忍不住 挂断了电话 流产两次 我们的孩子 这些话一句又一句 击打着我的内心 钻心的痛蔓延开来 原来 他不仅出轨了 还早就和别人有了孩子 他一边和我谈着恋爱 说他是保守的人 要把一切留在婚后 一边和曹伟私混在一起 拿着我的钱养男人 还要为他生孩子 那我算什么 我们的青年又算什么 我将车子停在路边 整个人无力趴在方向盘上 这明显是曹伟故意给我听的 他在炫耀 炫耀我的女友毅然 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 和明目张胆的偏爱 在嘲讽 嘲讽我这么多年 自以为美满的爱情 只要他想 都会被毫不留情的踩在脚下 狠狠碾碎 还没等我缓过神 毅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开口便是质问 你卡里没钱了吗 我怎么刷不出来钱 你快点给我转五十万 不 给我转两百万 立刻转给我 到现在了 他突然的消失 也不给我一个理由 还理所当然的花着我的钱 是觉得我好糊弄 还是觉得我已经非他不可了 我苦笑 只觉得他的嘴脸实在太恶心 这一切的一切 也让我觉得疲惫 所以我平静的回他 我们分手吧 分手 什么分手 毅然的声音一瞬间凝滞 但是他此刻没心思去想 毕竟他的亲亲老公 还躺在医院呢 所以他又踩在了道德制高点 愤怒递之问我 就因为我问你要两百万 你就要和我分手 是谁信誓旦旦说毕业就结婚 结婚以后不用我工作 安安心心的当夫太太就好 现在我问你要这点钱 你都不愿意 说话不算话 顾世博 你还算什么男人 呵 我们恋爱七年 他是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话 他曾经对我都是温柔小意 十分体贴的 看来他现在狗急跳墙的样子 才是他的真面目吧 明明他在落我要钱 但因为草伟和他肚子里的野种 他几乎丧失了理智 完全不装了 毅然 到底是我说话不算话 还是你犯贱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最后和你说一遍 我们分手 别再来烦我 这是我最后的仁慈 我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没过一会 手机屏幕不断亮起来 都是毅然发来的消息 先是许多语音 我懒得点开 后面接着好多可爱的小狗表情包 都是在委屈和装可爱的 他可能意识到什么 不停地道歉 可他哪里是觉得错了 分明是怕少了个摇钱术 会治不好草伟的病 想到之前有一次 他半夜突然给我打电话 明显是哭过的鼻腔 含含糊糊地问我借钱 说家里人突然住院 没钱做手术 我想也没想 直接给他把钱转过去了 等到第二天 我提着礼盒和鲜花去医院的时候 他却怎么都不肯带我去病房 他将我挡在医院门口 支支吾吾地说 暂时还不能见家长 我十分不解 他却装得窘迫的样子 家丑不可外扬 希望你能理解我 他语气太过可怜 让我想起他说过 他那中出轨的爸爸 和不堪的原生家庭 他曾经趴在我肩膀上哭 我真的受够了 一睁眼就是争吵的家了 我们永远不吵架好不好 我真是恨透了出轨的人 恨透了我爸 背叛真心的人 就该出门被撞死 以后我们组建一个小家庭 没有欺骗 只有爱 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所以那时候 我选择相信他 转身离开了医院 现在想想 他躲避的眼神 和闪述其次的话语 都是他欺骗我的证据 曾经信誓旦旦发誓的女孩 也永远消失不见了 我没有回学校 而是让助理帮我 把所有手续都办好 我不想闹得太难看 所以并没有捅破这件事 而是让助理 在律师的陪同下 把我给一眼的东西 都拿回来 无论是包包还是手势 亦或是我们在一起的照片 全部都被拿回来 我倒不在意这点小钱 只是想到 他花着我的钱养男人 让我觉得反胃罢了 至于他花出去的钱 和我打算给他 置办的婚前别墅 就算了 就当我为之前犯的蠢 付了学费 我答应了父母 让我下个月出国留学的提议 本以为这些烂事到此为止了 可是显然没有 毅染疯了识的找我 因为我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 他就通过共同好友来找我 我直接在朋友圈宣布分手 任何人别找我大厅 否则别怪我翻脸 毅染居然要求老师来传话 说他只想看我一眼 想见我一面 和我好好聊聊 我却和他说 没什么好聊的 某一天我在地下停车场 刚准备发动车 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敲响了我车窗玻璃 看着他身上熟悉的衣服 我挑挑眉 降低了一半车窗 见我不说话 曹伟先开口了 怎么样顾手 被人绿的滋味爽不爽 我坐在跑车上 看着眼前这个奶油小声 可能腿都没有胳膊粗 我冷笑一声 有话就说曹伟也不装了 摘下口罩 面露讥讽 你和毅然谈的七年又如何 他不是照样不给你碰 但愿意给我生孩子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 他喜欢的是我 你不过就是有钱而已 听说你要出国了 还算是识相的 要快滚吧 滚得越远越好 看着眼前气急败坏的小白脸 我反而笑了 病这么快就好了 阴沟里的老鼠 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翻身 怎么 毅然那么爱你 都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你 跑到我面前做跳梁小丑 你这是多拿不出手啊 曹伟脸一下子激红了 显然我的话戳中了他的肺管子 放屁 你算什么东西 阮阮他心甘情愿的把第一次给了我 肚子里还死过我的孩子 只要我勾勾手 他就眼巴巴的脱了衣服等我 你以为的清纯笑话 不过是我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舔狗 你觉得我在乎他吗 故事不 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丑 我却你早点滚蛋 不要打扰我和阮阮 我们马上就会结婚的 我不懈的关上了车窗 若是之前用这种话激我 无论是出于感情 还是男人的自尊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问候 问候他全家 但是现在 我只觉得可笑 在曹伟的嘴里 亦染和一个玩物 一个小姐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他渴求的爱 是这种没有尊严的施舍 那我们的确不是一路人 我也没什么遗憾的 内心反而变得十分平静 我看着窗外的曹伟 身上穿的是我不要的名牌卫衣 愤怒吼叫的样子 十分的滑稽可笑 我隔着车窗点了点她 我不要的烂货 没想到你穿着还挺合适的 说吧 一脚油门便开车走人 留下身后愤怒的骂声和脏话 我本来打算稀释宁人的 但是既然她都找上门了 我倒是不介意 请这对贱女渣男喝一壶的 车刚倒在别墅门口 保安就示意我门卫里 有我的的东西 我下车 看到门卫停 果然有一个巨大的快递木箱 因为是海外运送来的 外面是一层又一次坚硬的木板 写着轻拿轻放 我走近看了下运单 才猛然想起来 这木箱里的 是我偷偷给亦然订的婚纱 是一个奢侈品的高级定制 她不止一次和我提起 结婚那天想做最美丽的新娘 于是我偷偷给她准备了一个惊喜 飞去国外给她挑选了一条婚纱 国外高定手续繁琐 我飞了好几次 和设计师讨论了好几个方案 才最终敲定 还要托人空运 付高昂的关税 期间的辛苦和波折无数 但想到亦然穿上婚纱的美丽模样 我就觉得一切值得 如果她没有出轨 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 她现在已经穿上了这条婚纱 是我的新娘了 可现在一切都毁了 这条婚纱没了意义 而我们也彻底没了以后 对她 我仁至义尽 保安询问我要不要帮忙拆箱 运送回家里去 我想了想摇头拒绝 拨打了收藏博物馆的电话 免费送给他们 一条价值百万的婚纱 镶满了钻石 他们自然很乐意地收下了 就在我处理完一切 刚准备推门回家的时候 毅然满眼通红地出现在我家门口 一把抱住了我的腰 我皱眉 下意识地退后扯开了她 别碰我 张毅然眼中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 她深深地望着我 面色憔悴 满脸是泪 世伯 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你这几周去哪了 为什么躲着我 就因为我问你借钱吗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知道的 我不是那种物质的人 对不起 那天我的确语气差了一点 我和你道歉 但是我家里人出事了 我才一下子着急上火 就算这样你也不能不理我了 你说过毕业就结婚呢 难道你反悔了 你说分手就分手 那我浪费的七年青春算什么 你还有没有良心 她越说越激动 整张脸都因为着急的语速而变红 显得楚楚可怜 我没说话 只是若无其事地看着她 静静欣赏她的眼睛 事到如今了 还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将一切错又推到我头上 只不过现在我看到她有点倒胃口 我懒得在和她纠缠 从包里拿出一条代写的床单 砸到她脸上 不分手 你还想让我做你孩子的后颠吗 拿着你的东西滚 看一眼我都嫌脏 我刚说完 原本盛气凌人的毅然 一下子亮呛着往后退了两步 她长大嘴巴 半嗓才愣愣开口 你全都知道了 她脸色变了又变 想要上前拉我的手 却被我闪身躲开 世伯 你听我解释 我直接打断她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快点滚 否则我叫保安了 见我不为所动 毅然干脆扑通一声 跪在我脚边 世伯 我知道错了 那天是我喝醉了酒 把曹伟当成了你所以才 后来醒过来我要走 她却用视频威胁我 说我要是不跟她 就把视频发给你 我是怕你不要我 所以才不敢说出来 我肚子里的孩子 也是她逼着我怀的 不是我主动的 我是才知道我怀孕了 真的 你信我 我看着满脸泪痕的她 眼底只有冷漠 所以你留到的两个孩子 也是她逼你的 她一下子哑然 但很快又说道 对 都是她逼我的 我天天被她威胁 你哪里知道我有多难熬 荒唐 若是她现在承认了她的出轨 我还没这么生气 可她却选择继续欺骗我 撒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谎言 看着眼前清纯的脸 我第一次觉得她无比陌生 手捏成拳头 暗暗的发抖 现在我不仅觉得 自己被骗的感情很蠢 还为自己爱上一个这样的烂货 感到不值 见我两久不说话 毅然以为我信了 她放柔了声音 试探性的问道 世伯 你不是说妈最喜欢孩子吗 家里又不缺钱 这个孩子要不就留下 我让她叫你爸爸也是一样的 我都流产了两次了 医生说我要是在流产以后 很可能就不能生育了 难道你不心疼吗 我都想好了 孩子生下来和你信 只要我们现在办婚礼 你不说我不说 别人是不会怀疑的 听着毅然无耻又荒诞的话 我心头的火彻底爆发 一脚将她踹远 毅然 你那档子事我全都知道了 只是我没想到你可以这么不要脸 一个被人玩透了的烂货 我又不是说破烂的 你凭什么以为我会原谅你 行 既然你非要恶心我 人要为自己做的事买单 毅然说完 我不再看她直接关上门 打给小区物业 说有人闹事 让他们以后加强防范 别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放进来 毅然在门口哭天喊地 最终还是被保安拖走了 我直接联系了公关行业的朋友 让他们帮我做点事 又打电话给公司律师 期间毅然还是不停地联系我 先是通过陌生号码给我发消息 一直在解释 等我换了号码以后 他又开始给我发骚扰邮件 并附上了许多图片 有我们在一起的合照 还有高中时期青色的照片 他试图用这些 来唤起我的记忆和怜悯 但很可惜 并不奏效 甚至一天晚上 我接到了他爸妈打来的电话 一开口就是道德谴责 故事不 我女儿跟了你七年 一个女人能有几个七年 你说分就分 我都和亲戚朋友打好招呼 暑假来吃酒 酒席都订好了 你说说这个钱怎么办 你必须十倍赔偿 这还不够 要分也行 我女儿给你买过手机 还给你做过饭 你请保姆一年还五十万呢 你起码一年要赔他八十万 七年一共六百万 你给钱我们就两清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给钱 我们就去网上曝光你 说故事集团的未来的总裁 就是一个建议私迁 不对女人负责的渣男 你看着办吧 依然说 一直没和家里说我们的事情 总说实际未到 现在听着他爸妈对我了如指掌 看来他们一家早就盘算好 怎么稀有的血了 我冷笑一声 无所未到 那你去曝光呗 行 你别后悔 果然挂断电话后没几天 网上关于我的言论 几乎霸占了全是热搜 本来我身份就特殊 加上他们确实急了 下了本钱来买热度 一时间引来许多吃瓜网友的议论纷纷 渣男海王 抛弃相恋多年的女友 试制总裁也小气 抛弃弃子 让女友打开两次等等的热搜 都冒了出来 连累我家的股市都跌了两天 爸妈倒是不在意 打来电话询问我需不需要他们出手 被我婉拒了 我什么都没做 只是慢悠悠的打了两天游戏 等着舆论吵到白热化 期间依然还在不停的找我 他说只要和他结婚 他就会主动站出来 说这一切都是误会 他还说前提是 他必须要留下这个孩子 而且我每个月要给他爸妈生活费20万 他说了许多 彻底撕破脸后 他也不再装单纯了 说的无非就是关于钱 关于利益 关于他和曹伟的孩子 我一句都没有回 某天晚上 他又发来一条消息 我好想回到从前 回到一期的原点 是不 我真的好累 你是不是觉得后悔和我在一起 后悔那天留下来递给我衣服了 我想了想 回了一句 是很后悔 现在想来 也许他早就对我别有用心 若是早知道关于他的一切 都是交织着谎言和算计 重来一次 我绝对不会再想认识他 对话框显示正在输入中 亮了右面 过了好一会 屏幕突然亮起 是毅然的回复 是不 你不懂我 他这句话 好像包含了许多想说的话 和内心的苦楚 也许吧 也许他有自己的苦衷 可是我承受的痛苦和屈辱 是真真实实不能被掩盖的 我才是受害者 他在这装什么无辜呢 我再一次拉黑他 清空大脑的杂念 沉沉的睡去 第二天我醒得很迟 手机上都是助理发来的消息 顾总 成了一打开本地微博 热搜都是关于毅然的 其实我特意隐忍不发 就是为了等舆论到达顶峰 在气球即将吹破的前夕 我才出手扎破 这样一击避重 能赢得最多的舆论优势 公关团队今早开始反击 其中包括之前朋友搜集的许多聊天记录和照片 里面大段的露骨文字 还有清晰的照片和旅馆记录 甚至还有摄像头的照片 毅然给曹伟买东西的购物记录 最重要的就是他两次打胎和怀孕的证据 那孩子不是我的 我甚至都没碰过他 这下舆论一下子倒向了我 加上我花钱买了热搜 网络上讨伐渣男贱女的声此起彼伏 卧槽 感情是纯情少爷被渣女骗了 好惨 每年给这女的花几百万 这女的转头就给了小白脸 真会玩啊 自己出轨了 还贼喊捉贼想让男的背锅 遇了别人还把人家当韭菜哥 真是不要脸 听说还是A大的 学霸也这么无耻 真的开了眼了 这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 我有朋友是他们的领居 说是他爸就在外面乱搞 果然女儿像父亲 蛇鼠一窝 面对网友的指责 毅然还打算买热搜混淆视听 可我直接找来了公证处 证实了公布资料的真实性 又请来了知名律师给我打官司 让毅然把这些年的钱都吐出来 顺便还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 和名誉损失费 七的八的算下来 一共三千万 我挑眉 的确也没想到 这几年在他身上花了这么多钱 律师还一发布 还有他起来的嘴硬水君 也不敢置身了 他爸妈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可这次态度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然然年纪小不懂事 小情侣吵架闹而已 不至于闹得打官司吧 是伯迪说呢 你们以后的日子还长呢 夫妻就是床头吵架床尾和 提前伤感情啊 我从前只知道变色龙 却没想到还能亲眼看见 我也算是知道 毅然那种变脸的戏法 是从哪里学来的了 一家子蠢货 还把人当傻子耍 叔叔阿姨 有时间在这里耍嘴皮 不如想想办法筹钱吧 到了时间赔不起 你们女儿就要坐大牢了 电话对面开始好哭 毅然的爸妈这才意识到 他们全家惹错了人 可开工没有回头键 他们要为自己说的话买单 在律师的安排下 官司打得很顺利 三千万要求在一个月之内兑现 否则毅然会面临牢狱之灾 通过律师的消息 我知道毅然这段时间很不好过 先是学校认为这件事影响恶劣 宣布开除她的学籍 她四年毕业成了一个高中生 我给她的钱 她都拿来买一副包包 就算是现在卖掉 几乎也贬值了一大半 顶多就值几百万的价格 她爸妈眼见着女儿没了靠山 也吸不了钱了 直接宣布和毅然断绝关系 对外说没有毅然这个女儿 她是他们报来的 甚至值钱毅然送回家的钱 他们也不愿意吐出来 曹伟倒是不离不弃 和毅然和四处求情 东拼西凑也才凑起了五百万 离三千万这个数字可谓是遥遥无期 最后她为了提毅然还债 回老家去瞒着父母 卖到了家里的老房子 勉强又凑起了几百万 但是还是远远不够 日期一天天逼近了 毅然要求和我谈判 我本来不想去的 但是律师说这是符合程序的 我才勉强答应 在见到毅然的时候 我差点没认出来 她本来保养的很好的面颊 已经深深凹陷进去 双眼肿着 面色蜡黄 那里还有一点点青春少女的样子 完全是一个怨妇 而且她肚子大了起来 已经明显显坏 看着像一个为生活奔波 熬坏了身体的中年妇女 已经完全看不出曾经青春的模样 一时间让我有些恍惚 她定定地看着我 声音虚浮又无力 顾世博 你真的要逼我到这种地步吗 这样我公开和你道歉 求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收回律师函吧 我们真的还不起这个钱 她眼眶微红 眼神早就没了往日的光彩 显然是被生活的重担给压垮 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平静地开口 我说过 人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我可以缓缓期限 但欠你必须一个子不差的赔偿给我 曹伟不是对你死心塌地吗 那你们就打工一辈子 把欠我的还了 毅然 你在背叛我的时候 就应该想过会有今天 这一切都是你活该说完 我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 自作孽不可活 他们这种人不值得我同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也不想再听到 关于毅然的消息 还有一周我就要出国接着读研 也不想被打扰心情 就将所有的事情 交给律师全权处理 可就在我将要起飞的前一天 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 顾哥你快来博物馆 毅然他 总之你快来吧 我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心里浮上一股不好的预感 还是开车去了博物馆 刚到门口 就看见大批的警察 和急救人员围在门口 我心猛低落了一拍 赶紧挤开人群进去 就看到毅然穿着那条洁白的婚纱 身下都是血 手上还拿着一把刀 抵在脖子上 他花了很美妆 虽然神色疲惫 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 是他高中常化的妆 衬得他无比青春靓丽 可没人欣赏 因为满地的血 看得人触目惊心 毅然看见我 好似送了口气一般 你终于来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 他让所有人都出去 只说要和我交流 这种情况 我只能放低了声音 你先把刀放下 其他的事情 都可以在谈毅然看着我 温柔地笑了 那你娶我 好吗 我皱着眉头 没说话 他缓缓地流出两行青泪 我知道我们回不去了 我今天也不是来逼你做什么的 我只是有话要和你说 非得这样说吗 你把刀放下 我们可以坐下来聊 毅然摇了摇头 自顾自地接着说 这婚纱是你为我定制的吧 我说我喜欢鸳尾花 喜欢蕾丝 喜欢长长的托尾 你都记住了 这么多年来只有你在乎我 记得我每一句话 你很好 你对我太好了 好到让我觉得不真实 你知道吗 我并不是什么清纯无知的小女生 从一开始我接近你 就是知道你家里有钱 是我爸妈要求我帮上你的 所以我才设计了那么一出 一切都太顺利了 你善良又尊重我 好到让我觉得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对我良心的谴责 我真的害怕 害怕你发现我原本的面目 会恨我 所以我一面装的清纯无知 一面在逃避 我越觉得愧疚 就越想尽办法地填补自己的空虚 我压根不爱草尾 他只是我逃避的借口 麻痹我神经的尼古丁罢了 我一直不愿意承认我爱你 因为从内心深处我就知道 这样的我压根配不上你 我爸妈就像催命的恶魔 一直让我逼你结婚 本来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可是到头来我却退缩了 你值得更好的 而不是我这样一个烂货 若是我没有这样家庭 若我没有这样肮脏的心 是不是我就能配得上你了 故事不 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 真的对不起 让你遇到了我这么个烂人 他平静地说完 眼泪早就糊满了脸 却努力地朝我绽放出最纯白的笑 对不起他说完 我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毅然 想要上前一步 却为十一晚 他用那把刀狠狠地扎进了胸口 瞬间洁白的婚纱就染上鲜红的玫瑰 砰的一声 他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失控地向后逃去 一瞬间 外面的警察和医护人员涌了进来 我却呆呆地站在原地 周围好像被按下了精英键 我听不到任何声音 眼前的一切就像是一幕幕幕剧 洁白的婚纱里 是亦然安详的笑脸 血蜿蜒在地上 交织成一副浪漫的血色婚礼 让我想到那个晚上 他红着脸将衣服还给我 眼中的悸动和爱意 随着逐渐停止流动的血液 一起埋葬在过去 也许他有许多不得已 可是他明明能和我解释的 却没有选择相信我 而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选择了彻底毁灭 亦然死了 警方的通报结果也很快出来 他先是喝了药 将肚子里的孩子生生剁下来 接着隔开了动脉 让自己血流不止慢慢死亡 我人到那里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是最后一口气了 那最后的一刀 也丝毫不留情 倒地以后 他就彻底断了气 没有大仇得包的快感 但也没有伤心 只是觉得悲凉 亦然出事之后 他父母都没来看一眼 甚至没有来认领尸体 而曹伟知道一切后 也选择一走了之 什么都不管 但是他们也没那么好过 被人肉扒出来以后 亦然的父母 还是要按照法律程序 将值钱吞走的钱 连本带利地吐出来 而且他们一家子出门 都被指指点点 最后无奈卖了房子 远走他乡 而曹伟知道孩子没了 自己老家的房子也被卖了 没脸回去 于是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 小心翼翼地打着工 却还是被人扒出来是男小三 被老板各种找借口辞退 隔一段时间就换个地方 成了过街的老鼠 人人喊打 他就那么孤单单地躺着 没有一个人来吊咽 最后还是我替他办了葬礼 一切办完后 我也踏上了出国的飞机 尘归尘 土归土 这一切的纠缠都像是一场梦 如今梦醒了 我也不该沉沦 而是大步向前 奔赴自己的前程 全文完